首批AZ疫苗昨天抵台 根据指挥中心造册名单 全台总共有211家医疗院所 超过31.2万名医护人员 首批到货的11.7万剂 大约可以供给三成七的医护接种 未来将以照顾确诊病患等专责医院优先 而目前各大医院也陆续地询问医护的医院 其中像是台大医院 目前已经回收六场问卷了 外传最想接种的品牌还是国产疫苗 院方则表示会参考国外的做法 严厉分批施大 避免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影响到医护排班值期 首批AZ疫苗底台将优先提供给第一线 照顾确诊患者的医护人员 各大医院也陆续展开接种安排 开放预约登记 国内医师认为医护想打疫苗的意愿 应该约占六到七成 美国做起调查大概是七成的人愿意打疫苗 台湾看起来也是接近这个数字 所以代表三成的人觉得 第一个他可能觉得他受到的威胁并不大 或者他对于这个疫苗 他还是有点疑虑 希望晚一点再打 台湾七成这个数字 应该是接近真实 而且是合理的 根据指挥中心造册名单 全台总共有211家医疗院所 超过31.2万名医护 第一批到获得11.7万剂AZ疫苗 大约有三成七可达到第一剂 另外二月初初样调查也显示 医疗从业人员大约有六成五愿意接种 目前台大医院相关问卷登记 回收超过六成 外传最想接种的品牌 还是国产疫苗 未来院方也将严理分批施打 避免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影响排班值勤 可能打这一批打了 过了三四天 或一个礼拜再打第二批 要免得大家都发烧 都在请假 那对病人的照顾造成人手不足 就是我们总共调查时间是两周 所以大概会在下周三四左右 就会有类似这样的资料出现 强调不会要求医护都得接种疫苗 一切尊重大家想法 台大医院回应 目前院内已经开放登记平台 之前有多少人愿意接种AZ疫苗 最快下周会有详细统计结果 记得陈思凡张诗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队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